我們剛剛講到了 賴總統他有告訴大家 是當著媒體鏡頭講的 說他現在的三大重點是什麼 打炸 掃黑 速灘 好啦 大家都知道 如果總統您也知道的話 那要不要看一下這幾則新聞 大家想問人民觀眾是什麼 這幾天討論很多的包括了 台北幼兒園的這個狼獅案 現在被質疑說兒少法 應該是不能報導 我們以前學的都是這樣說 不能報導特定人序 不能報導特定的場所 或者是相關單位 好 可問題是現在衛福部說 哪有啊 幼兒園不算學校 沒有禁止報導 也沒有不能報導名稱 加害人是誰啊 等等的問題 忽然之間大家發現說 真的嗎 我過往做新聞學到的 或者是說 我認為的NCC規範 NCC一直來跟我們講的這些規範 現在忽然之間不太一樣了 發生什麼事情 打炸這麼一件事情 很多人看到這個新聞 雖然說是幾天前的新聞了 但是呢 很扼萬啊 說從印尼這邊逮捕了上百人 裡面有台灣人 其中91個人被送回來台灣的時候 因為印尼沒有提供相關的犯罪事證 竟然我們就在機場目送他們離開 大家就想問這麼一件事情 當時印尼把這些人抓到的時候 還大啦啦的破了新聞告訴大家說破獲了這個台灣的集團等等 那也知道他是詐騙了回來之後因為沒有相關犯罪事證目送他們離開 我們有沒有辦法能夠馬上的來做偵詢或者是等等 有沒有辦法想辦法把他們留置調查呢 如果他已經知道就是犯罪詐騙集團的話 這些其實萬關是人民這個民怨最高的地方 好 可是我們看到了政府現在哪個部分可能比較急 這個部分比較急啦 人事的安排 來看到台延的綠能 現在說開始進行這四個字 人事清理 好 傳出英系的這一位總經理 說現在早上11點收到任命新總經理的通知之後 下午1點董事會結束 他馬上就交棒 就被請離開了 這位總經理呢 其實他被質疑是英系的人嘛 甚至還引系了相關的英系人員進來 還曾經有小英知友會新竹這邊的總會長 他的哥哥來擔任特助主導會議 然後標案發給了立揚體系的人 這一些過往 如果你有在看相關的綠能產業的字眼 應該都不陌生 現在是真的在清流了嗎 好 另一個部分呢 則是今天有很多人在問今天也假的 這個是原山大飯店傳出啦 這個會由董事長是由新的民進黨國母葉橘然來接任 嗯 葉橘然我上次看到他的新聞不是他才剛剛卸下台灣觀光協會的會長嗎 不是大家都以為他應該就會退休了嗎 因為七十五了嘛 可是沒有喔 現在說要接原山大飯店 因為現在這個現任董事長做得不好嗎 現在這個現任董事長說是蘇貞昌的人嘛 2019年那個時候接受指派的 而且據說這幾年在經營上面 好像業績也還可以 可是為什麼這個時候換人 有政黨人士就講了 因為葉橘然是獨派的 跟賴清德私交很好 還有人的說法是說 其實最快八月就會召開臨時董事會來任命 但是交通部間的回應都是說 這個還沒有證實相關訊息 好 他們也不承認有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還有一個部分是外交體系 當時這個駐美代表 現在傳出會由林家榮很信賴的他的人馬 賴清德也很信賴的人馬來出任 這一位叫做楊一山 好 現在是黨裡面的秘書長 然後為什麼他會來接駐美的副代表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當時包括了拉美系或者是北美系 說兩邊外交部的人馬在互動的同時 現在傳出是由賴清德的這個外交佈局 原因是因為 他本來是台中文化局這邊的主命 然後後來到了黨這邊來做服務 那如果說把他找去當駐美的副代表的話 那是不是表示要堅峻分散蕭美景的力量 大家開始有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又或者是揣測出現了 同時在南部 這一個本來講說是 長得一出之的台南 現在到底誰要來選 包括了林俊憲 有最新的一個騎手勢出擊了 地方上頭動起來 陳廷飛傳出地方 實力最堅強的這一位 他說每天都是我的騎手勢 有人現在才在準備啦 我早就準備已久了 到底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來理解 這一位前立委 鄭立文的講法是 民進黨裡面通常都是派系均分 大家各自能夠好好的分配均勻 總統的人馬 還要子弟兵去搶市長 他認為民進黨幾十年來沒看過 甚至他直接講賴清德是無情無義 還說民進黨內部很快會離心離德 其實現在民進黨內部 他們確實是有一些討論的 幕後報導強調的是 現在要搶的就是中常委了 他們說陳廷飛現在雖然被鄭國會得清出來 可問題是到底派系裡面 會怎麼樣在這個全代會這一邊來改選 陳廷飛有沒有辦法能夠留住他的勢力 因為他希望保有初選 鄭文燦現在雖然人在裡頭 有沒有辦法把整個桃園這邊的勢力 給盤整起來 這牽扯了又是兩年後的布局 我們想要請教一下亮哥怎麼樣來看 如果說人民最重要的事 就是他心頭第一要務的話 賴清德他應該趕緊來做的 就包括了幼兒園的朗石案 包括了打架 這應該是他現在要努力來爭取人民信任的 沒有 幼兒他倒沒提 可是打架他有提 打架樹灘還有掃黑 打架這個就是一個樣板的個案 結果竟然這麼隨便就讓他們離開 表示並沒有人得到這樣的一個指示 不然這種漢子就是表現的機會 就好像你那個雞 鄭文燦 人家就覺得你是樹灘開始了 不是嗎 掃黑如果林士傑那個兇手被抓到 那也是一個指標性 打架 打架總要有個開始的點 對不對 比如說冒充王毀案的被抓到 之類的 就是你總要有一個 一個大家看得見的一個 象徵性的事件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事件 就這樣遺漏了 這有點可惜 我是覺得這個 因為賴清德現在在辦鄭文燦之後 大家確實就是感受到他的威 威嚴的那個威 威啦 他是現在就是有威沒有恩 一般領導人要恩威並用 那他的威是展現出來了 那大家都怕你 大家都怕你 可是大家都怕你 你沒有用 那人家去整你的愛將 因為我不敢碰你 那可是因為很多事情 黨內的訊息都是流通的 那你那麼高調 那我不敢跟你競爭 那我就去整你下面的人 這個事實上在蔡英文後期也發生過 不然你以為林志堅的論文 是誰爆料的 怎麼會有這麼巧 兩個論文大家都知道 可能有問題 這個消息一定是裡面的人 傳出來的 然後後來才有人 鍥而不捨的去爆料 因為那個 那個鄭文燦那個比較特殊 因為碰到了一個 這個奇俠游志平對不對 可是林志堅 這個東西真的就是有人爆料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要以為你權力大 沒有人敢惹你 蔡英文後期也沒有人敢惹 可是人家就看林志堅不爽 憑什麼是他選 所以我的意思是 你不要以為林俊憲就會都沒事 就是同樣的意思 就憑什麼是他 那個陳寗菲民調明明就領先 憑什麼就是林俊憲 所以這個過程 人家也會知道很多 你以為人家就不知道 有關林俊憲的相關的事情 當然也會有很多事情 就會傳給陳寗菲 說你再不退 可能會有事 威也會出現就對了 當然是這樣 可是如果 如果你在治理一個政黨 治理一個國家都是靠這種手段 那你不要以為別人都不敢跟你 這個暗中來較勁 因為你在民處 人家在暗處 那你未來的執政 你就會發現 這個什麼部長 一大堆資料都會爆料 被外面的人知道 比如說陳宗彥 陳宗彥的消息外面怎麼會知道 陳宗彥是賴清德的嫡系 如果他沒有出事 他現在應該是行政院副秘書長 結果他現在就上不來 所以我覺得 有些事情自己要看清楚 不要以為都只會立威 然後都不用別的方式來處理問題 如果說是威的話 這個清流 我們想要請教一下偉翰哥了 原因是因為現在就發現 人事在調動的時候這麼剛好 這一邊調到的是英系 那一邊調到的是蘇系 放進來的好像大部分的 都是屬於跟自己有關的賴系 想要請教一下偉翰哥怎麼看 今天個禮拜天以後就只剩一系 就是賴系 這個禮拜天要開全代會 除了當然中常委之外 實習中常委到底賴清德 他能掌握了幾系 其實很快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我先講楊毅山 因為楊毅山是林佳龍 現在目前當外交部長的 他的基要 或是以前非常倚重的幕僚 可是他自己早在這一段期間 他當民進黨的副秘書長 後來許立民離職以後他是代秘書長 所以他已經實職當秘書長一段時間 好幾個月了 現在我覺得跟余大雷 這個駐美代表大使 我覺得不會完全無關 顯然現在目前的外交部長 希望派一個他完全相信人 去當副代表 這個新聞現在目前還沒證實 後續你就看他會去的 去了以後就是由外交部長 林佳龍跟他直接對口 這個我覺得對於余大雷大使來講 應該有一點傷 就是說部裡面不相信 他會管道不暢通 找了另外一個人去 好 這是其一 其二 其實民進黨的派系 在有職位或者是有什麼機會的時候 都是真的非常兇的 重點在於後續的時候 如果被提名之後 要不要團結 不團結的話 譬如說很簡單 黃偉哲 六年前黃偉哲跟陳廷菲 陳廷菲早就在選 可是後來是黃偉哲 陳廷菲也不能夠不支持他 有人講說可能沒有那麼用力 但至少不會扯後腿 那我回過頭來看這個 林俊憲這個我覺得還挺有意思 因為林俊憲他是跑到七谷 跟家裡 咖哩去 開始跟地方選民見面 那我們在台北 可能會講說這有什麼 跑去跟鄉親見面有什麼 有什麼特別嗎 因為林俊憲是 台南第五選區的立委 他是跨區到第二選區 去開始去跟地方的選民見面 那選的地方不出意料 一定就是他 馬起郭郭文的選區 很簡單 因為第二選區是郭郭文的 因為以前 陳廷菲在跟黃偉哲選的時候 2018 他當時其實就已經 台南是有六個選區 他就已經六個選區 他都有他的後援會 然後前一陣子有一個媒體 Shirt News 就是短新聞那個媒體 他去做了一個民調的時候 陳廷菲一個人的民調四十幾% 他比林俊憲跟王定宇兩個價值還要高 所以在這樣狀況之下之後 現在馬上如果要進行民調的話 陳廷菲看起來是穩贏的 可是 2026年還沒到 還有兩年的時間 選舉還有兩年 因為是2026年的11月才選舉 提名的話大概一年半以上 所以林俊憲也必須要動 他現在如果不開始動的話 他一定六區都會有會員會的 他就要跟陳廷菲去比拼 那請問誰是現在目前剛剛上來的 台南市的黨部主委 就是林俊憲的好兄弟 也是新潮流的郭國文 所以為什麼這個禮拜天 陳廷菲為了要選中常委 連這個會把他開除他的那個派系 他都在所不惜就是 他認為王定宇也是中常委 林俊憲也是我不是的話 到時候如果沒有初選怎麼辦 但是現在顯然林俊憲是說 初選他民調兩年後 他也想要引過陳廷菲 我們就在靜觀其變 好 請叫一下兵哥 我覺得這個張秀菲 就是我們的衛福部保護師師長 他現在給了我們一個 很奇怪的標準 所以燕儀妳現在知道 到底什麼樣能夠報什麼不能報 沒有 我覺得我不要輕易嘗試 是啊 因為衛福部說 妳這樣可能沒違法 可是NCC說我要罰 那請問一下我們到底應該聽誰了 而且妳去查 去年12月不是發生一個校園歌喉案 當時就有律師問說 為什麼不公布班級 為什麼不公布加害人性名 結果他說這個有兒哨法的問題 因為加害人跟被害人都未滿18歲 這樣可能會曝光 他們怎樣怎樣怎樣 那所以如果都是同一個張秀菲講 那妳就會出現一個很奇怪的標準 也就是幼兒園因為不是學校 所以可以公布 小學生 國中生 高中生 因為他未成年是學校 所以不能公布 這不是很詭異嗎 那請問一下到底是怎樣 所以衛福部是不是應該 要給我們一個明確清楚的一個標準 這樣媒體不然都無所事從 我們都不知道該報還是不該報 因為這不是一天兩天 這是十幾年下來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拜託你們可不可以扛起一點責任 告訴我們明確的標準 那至於說現在你說把英系換掉 把書系換掉 我覺得很合理 就是賴清德是一個權力欲望很重的人 而且他當了總統 他當然想要用自己的人 這一點都不奇怪 那他也不會輕易信任其他派系人 除非現在正在跟他合作 雙方有共同利益的派系 幫他把你換掉剛好而已 只是問題是你換掉這個人是不是適任 老實講你們這邊講說 台延這個綠能換掉的不是綠能專業人士 台延自古以來換上去的寵愛 就不是專業人士好不好 每一個都不是 都是政治酬庸 那有的做得好有的做不好 就看運氣 就是這樣子 那至於陳廷飛跟林俊憲 老實說 現在陳廷飛要擔心的是 他中常委到底選不選得上 對啊 他如果連中常委也都選不上 就不用去想什麼初選的問題 所以這一次陳廷飛是讀很大 當然他對自己是有信心的 可是如果你認為 賴清德會動手到 讓你連初選都沒有 那你怎麼會覺得 你中常委這麼容易過關 不過很快 過兩天我們就知道答案 過兩天 感覺那個就是那種開盤的感覺 鍋蓋掀開到底裡面是什麼菜 我們先進廣告等等回來說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